哇,杨贵妃好美啊 好漂亮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凤 现在呢,我来到了杨贵妃的故乡 这是杨贵妃的后代 杨贵妃是我奶奶那边的 奶奶那边是吧 你看,杨贵妃很漂亮 真的太漂亮了 好美啊 我是第一次来到杨贵妃这里 然后呢,这个呢 就是杨贵妃以前住过的地方 是吧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杨贵妃,这个故居这里 他是这样子的 本地人进去要多少 本地人进去要三 往西方位的就是三十 本地的要六十 外地的就是五百块 这个外地人也太幸福了吧 外地人进去是免费的 我进去的话还要三十块 本地人进去要六十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可能是外地人过来的话 可能这个路费可能比较 可能要多数的用品 对,比较要路费一点 在这里嘛,在这里排一个照 交个线 哇,好美哦 这里呢,就是杨贵妃的家 好美哦 里面好漂亮,好漂亮 听说啊,这个杨贵妃啊 以前很漂亮很漂亮的 她呢,是唐太宗最喜欢的一个妃子 但是她的爱情故事是比较悲惨的 好美哦,里面 看到了吗 那里面很多了,王帝啊什么东西 里面好多的 啊,阿妹,阿妹,里面还有什么 我都忘记了,反正里面还有很多 有很多,那个巷是吧 有那个,那个,微小宝也有啊 啊,对 还有唐太宗,还有那个杨贵妃 对,还有一些太监,丫鬟 嗯,还有很多一些宫女 对,在里面 我们因为今天来的比较匆忙 所以说我们只在外面看一看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去做 然后今天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刚好开吃路过这里 然后我们就过来看一看了 来到旁边了 是不是 咱们 旁边也不遗憾 是啊 认识到杨贵妃的家 对啊,这个是古代历史人物哦 也是我们广西人的一个骄傲 对吧 所以说啊,广西啊,粗美女 参观了杨贵妃的这个故乡 这个房子啊 她居住的房子之后 我发现真的那个房子真的是太漂亮了 好漂亮,好漂亮 没有来过这里玩的朋友一定要过来玩一下 真的,里面太漂亮了 就像皇宫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 只是在外面看一看我都觉得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喜欢 我们先去办完事情 之后我们再回来 再来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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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